岸田文雄在東北 視察地震災後重建 到福島核電站了解反應堆暴廢 和廢水處理情況 他說仍然剩下很多工作 強調絕不能再發生核事故 他同日亦都視察岩手 和功成兩個縣 正值秋季大祭期間 岸田沒有參拜政國神社 但第一次以首相身份 供奉祭品 其他外國成員 例如後生勞動相、後藤茂姿等 亦都有供奉祭品 剛剛卸任的菅義偉 早上冒雨到政國神社參拜 他說是以前首相的身份參拜 表達崇敬之義 他在過去一年擔任首相的時候 並沒有參拜 時時任首相安倍晉32013年參拜神社 引起中韓猛烈批評之後 日本的首相都已經避免 在在任的時候親身參拜 對今次岸田供奉祭品 南韓外交部深表遺憾 敦促日方以新內閣成立為契機 正視歷史 而實際行動表現對歷史問題的虛心反省 另外中國駐日本大使孔元佑 星期日接受內地傳媒專訪的時候說 近期日方在涉華問題上 不時突出消極動向 為中日關係帶來干擾 敦促日方樹立正確的對華認知 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發展 對外關係入面保持戰略自主 不要追隨和參與個別國家的錯誤行徑 以免損害中日關係大局 有線電視記者梁柱山報導 要先回到 或者再次回到 請問更多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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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